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2月16日,胡人队官方公布了球队,当家球星安东尼·戴维斯的跟剑,伤情最新情况。 戴维斯在今天接受了核磁共振检查,结果显示戴维斯的跟剑没有出现断裂或者是撕裂的情况。 戴维斯将缺席明天,胡人队阵森林郎的比赛,她将跟随球队前往明尼苏达州。 而在返回洛杉矶之后,胡人队一将继续对戴维斯的伤病进行评估。 而根据美媒权威媒体ESPN的报道,戴维斯的新伤病是有小腿拉伤,她将因此缺席2-3周。 此外,ESPN在报道中指出,戴维斯的右根健言伤势加重。 胡人对于戴维斯付出非常谨慎,戴维斯或许会在3月5日至10日左右付出。 也就是说,戴维斯将缺席全明星赛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詹姆斯的压力来了,没有戴维斯,詹姆斯将独自带队征战。 而对于戴维斯受伤,詹姆斯早已放出狠话。 昨天,詹姆斯接受采访,首先他希望戴维斯可以完全康复。 詹姆斯表示,他最关心的就是健康,因此他希望戴维斯可以保持健康。 球队也希望戴维斯完全康复。 詹姆斯还表示,胡人队现在有能力应对戴维斯的缺席。 在到达明尼苏达之后,胡人队将会制定更好的比赛计划,确定在戴维斯缺席之后,胡人球员需要在攻防两端需要做的事情。 对于戴维斯的缺席,詹姆斯表示,接下来所有胡人球员都要提升自己的表现。 胡人不会要求任何一个人去承担戴维斯要做的事。 詹姆斯表示,只有所有胡人球员提升表现,全队的表现才能体现。 而胡人球员期待这份挑战。 最后,詹姆斯还表示,他作为一名球队领袖,无论球队谁披挂上阵,无论胡人阵容中有谁,胡人队都要打出冠军级别的篮球。 戴维斯缺席,胡人4换2交易迫在眉睫。 美媒AY报道,胡人可能会通过1-4换2的交易,从老鹰交易得到内线星星科林斯,以及邓恩。 胡人送出塔克加哈雷尔加26年的首轮,加23年的次轮。 而老鹰避免科林斯在合同到期后,离对而一无所获。 此前,美季Sam Amick就报道,老鹰已经将科林斯摆上交易货架。 作为一名内线星星,科林斯的三分命中率高达39.1%,与此同时,他还能冲击内线,肆虐篮磷框。 本赛季,科林斯场均可以砍下18.1分7.8篮板,1.6助攻。 现如今,戴维斯保守,估计缺席2-3周。 也有运动专家,预测戴维斯,可能缺席数月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胡人这笔4换2的交易,看起来迫在眉睫。 胡人需要一名出色的内线球员,来填补戴维斯的空缺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